第36屆全球电影和电视艺术华丁奖 于近日在好莱坞阿瓦隆剧院举行 这层亚洲地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电影和电视艺术盛会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人才和娱乐圈的精英汇聚一趟 美国国会议员刘云平和白宫总统 亚太艺术顾问委员冯振发为王海哥和华丁奖分别颁发了奖状 表彰其为中美文化和艺术交流做出的特殊贡献 第36届华丁奖评委会主席比尔·麦克尼克 《星际民航2》导演尼古拉斯·麦也 狮子王的导演罗伯特·明科夫和华丁奖主席王海哥等 几百位众多好莱坞知名电影人和明星各界人士出席了活动 在本届华丁奖全球电影主竞赛单元角逐中 《西线无战事》荣获全球最佳影片 杨子琼凭《顺兮全宇宙》荣莹全球电影最佳女主角 布兰登·费舍凭金·斋德全球电影最佳男主角 法国导演弗洛罗莱恩·泽勒凭借《困在心绪里的儿子》 华语单元中《长津湖之水门桥》荣获最佳影片 《古天乐摘德影帝》《蔡卓妍或影后桂冠》 《天下长河》荣获最佳剧集《黄志中荣莹是地》 周依然或时候其他各项大奖也各有归属 因为华丁奖始终立足于亚洲 那么在亚洲和全球的电影 之间的去架做一座丽交桥 那么这个桥梁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更多的是未来是要扮演合作 然后促进他们的交流 那么这一次我们又推出了一个青年短片大赛 那么短片大赛就会给到了很多的资金的扶持 包括未来就会搭建一个青年的短片平台 我之前演过《末日苍生》 然后得过《小金人》最佳supporting女主角奖 主要是来祝贺华丁奖成功 然后来看一下 算是我进军好莱坞的第一个电影节 我是演员和国际长河兰获最佳华丁奖 恭喜你为36年华丁奖 华丁奖创办于2007年 旨在推动亚洲文化艺术蓬勃发展 为亚洲与世界娱乐产业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年初华丁奖集团在其美国好莱坞总部宣布 正式进行品牌升级 创办世界一流的娱乐奖项 华夏电台记者洛杉矶市采访报道 创办世界一流的娱乐者